谈谈台湾立委选举国会113席 我们看看最后的结果 投票率比上届低 大约3个百分点 上届大约75.1% 今届是72.1% 大约50-60万人 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投票率 1813席国民党变成第一大党 今次大进仗 上届国民党占38席 在113席里占38席 今届真的很厉害 今届总共取得52席 最多席位就是国民党 很大因素程度就是 年轻化是做得挺好的 有很多新的 很多已经不是老的 立委就走出来 走出来参选 所以今次的成绩是相当之好的 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拗得很紧 先说说大致上 选出国会的形势 国民党占52席 民进党就麻烦了 倒退了 不见了10席 跌到只剩下51席 如果你看回过往的三届 国会的民进党的席位 是一直下跌的 这是很值得人担忧的 因为很多人都只会 在总统选择 2016年的时候 他们占 蔡英文第一届 他们占68席 上届61席 已经跌了7席 今届再跌多10席 那就只剩下51席 其实总共 过往这三届 民进党执政 已经跌了 不见了17席的席位 还未继续两年后 九合一的市议会的选举 这两届都跌得很厉害 所以地方工作 需要有待 要加大很多的力量 民进党 民众党很重要 民众党透过不分区立委 拿到8席 台湾国会的选举 我们用直选的概念 直选的概念 占了70多席 113席 好像占了73席 都是直选 就是所谓区域立委 你看到那些 各党派的小鸡 在扫街 扫城 支持我多少号 那些就是区域立委 然后还有34席 就是不分区立委 这个其实是很奇怪的 大概你可以用功能组别去理解 以往是立法会的那些 但它不是功能组别 它就是每一个政党交一个名单出来 然后到投票那天 所有台湾的登记选民 就可以投一张叫政党票 然后随着哪个政党 拿到多少政党票 然后按比例分配席位 那今届 不分区立委 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拿到 大概30多个percent的政党票 然后每人分到13席 平分春色 但最关键就是民众党 所以说是柯文哲 那他拿到22.07% 是完全达标 就是达到他的目标 那就补到8席的不分区立委 那所以就在今届 即是未来这个新的国会组合里面 民众党就上加有5席 都是透过不分区立委进去 那今届增加3席 就去到8席 那也是全部清一色 就是由这个不分区立委 按比例代表制进去 那用我们直选的概念 区域立委 其实民众党、柯文哲那边 是全军覆没的 无一行面的 那怎么说都好 你怎么进去都是进去的 国民党52席 民进党51席 民众党8席 然后还有两席就是无党派 无党派在区域立委那里 有一位无党派 就是苗栗苑的陈超明 这个都是亲国民党的 很肯定 另外还有就是在台湾的国会选举 就会有6席 113里面有6席 留给原住民的分别 叫平地的原住民 和山地的原住民 这个就是要读一下台湾历史 你才知道 然后原住民 总之民进党也不是很理想 6席里面有2席是民进党 3席是博民党 还有1席是无党席 那无党席的那个人叫金素梅 他好像是苗栗的 我不知道是金门还是苗栗 我忘记了 亦都是亲国民党的 所以加起来 跟大家分析一下形势 就是什么呢 接下来 国民党自己有52席 加上无党席的两席 亲国民党 就是我们叫国民党的质役 他们大概有54席 那54席 其实都未去到控制到国会 因为控制到国会要57席 你计算数字 113 57 57你就控制到 你说了事 所以 就算加上那两席 都去不到 虽然是最大党 但是就不是控制党 然后民进党就不用说了 拿不到57 只拿到51 还有 如果相对上界 上界国会构成的组合 有时代力量 有基进党 这一届全军覆没 小党全部钉盖 所以简单说一句 民进党除了自己的51席之外 几乎没有朋友 在政治上有没有盟友 就几乎没有 有没有朋友 要找朋友 当然不是在国民党的54席之外 选择 最多你勉勉强去找朋友 就要在民众党的8席之外 所以我刚才说 我刚才在 另一节讲总统选举 赖清德国民进党 这次是 你可以用输去形容 国民党更加是输 总统侯友宜 拿了四百多万票 然后在国会上 拿52席 也拿不到控制的57席 所以也是可以叫成输 其实是双输 但是 你不可以说民众党输 你表面上他输了总统 柯文哲的选举 但是民众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因为在未来的四年 在国会上 他就是关键的少数了 他就可以呼风唤雨 他可以调高来卖 他可以做国民党的朋友 也可以做民进党的朋友 也可以做民进党的朋友 总之 谁要拿剩下的五六席 你就在民众党里找 那里就有八席 八席里面有很多 我不知道整个香港人是否熟 但是当然 有头一两位就是 这个民众党 柯文哲的智朗 大姐大的黄珊珊 还有以前是时代力量 今天也差不多是一条正棍的黄国昌 还有很多大家未必会 对他们的名字 对他们的人很熟悉 但是总之 这儿就有八条正棍 对民众党做的 所以未来这个议会的组合 其实对民进党 就相当之不利 随时是很多 在很多议案里面 都会成为 乃清德的政府 所以就看看如何 另外最大件事是什么呢? 因为透过不分区立委 国民党的名单 排第一位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 韩国瑜 这个要到下个月 2月1日初 新的国会 应该会选 立会议长 国会议长 这个国会议长 韩国瑜是大热人选 只要他走出来说要选 国民党那里52席 还有民众党那里要找多 加上无党席 2席 54 民众党在柯文哲找3票 绝对是很容易 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 在未来的新的国会里面 都应该是 会比较合在一起 去所谓监督民进党的政府 所以民众党的8票在未来 其实对国民党都会比较有利 所以 国民党可以 虽然拿不到57 但是 就要 所以 賴清德都出来说 未来都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加强和国会的合作 甚至可能要成立一个 要行一个好像联合政府 这样的物体 但是 如果你说行联合政府 其实就 大哥 你先要搞清楚 和民众党那些恩恩怨怨 民进党这几年 其实和柯文哲都没什么 讨论 所以柯文哲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风骚到不得了 还没说再深一层次 就是共产党的搞局 这个新的国会的组成 这个组合 其实对共产党就相当之有利 成功搞定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这里 听共产党说话的 至少有 52席的国民党 加8席的民众党 再加2席的无党派 加上62席 超过57席 是可以和共产党 不要听他说了 有办法谈 大佬 这里至少有62席 又谈又继续都可以 所以 很大祸 相当之大祸 在未来那四年 民进党要推动 很多政策 大大小小 全部都会遇早阻力 特别在军援方面 美国的军火要买过来 要拿拨款 这些 相当之困难 所以 这个未来的民进党政府 是相当之不容易做的 看看各个版块 由北向南看 台北市 8个选区 民进党都跌了大概 一席半席 8席里面 台北市 国民党占了5席 民进党占了3席 我记得上届是4比4的 台北 都算不错的成绩 台北传统都是蓝区 就是蓝色的区 国民党区 新北市12个区又如何呢 说新北市 直指我 我支持的 我支持的都死了 美女奶品鱼 就香了 输了给廖仙祥 都是国民党 都输了很多 输了一万多票 点码数是123456 新北市 说名字都叫做六对六 还有些都比较开心的 譬如在台北的 在新北 让我看看谁 我都在看名字 暂时还没看到 不是开心 还有些就是 叶元芝 国民党搞定了 连任的 民进党的罗志正 今天也不知道是真 假的 情色的视频 他也是紧紧输 很刺激 整晚看着叶元芝 看着罗志正的开票 户友上落 到最后的结果 七万八对七万五 三千票的距离 国民党的业元芝 就拿了民进党的位置 还有些什么呢 不逐个板块说 民进党比较标秉 当然也会在台南高雄 台南高雄 台南高雄也来了全旅打 什么是全旅打 台南六个 六区的选区 全部由民进党取得 高雄也是 八个选区 都被民进党取得 但是高雄呢 就辛苦很多 特别有一两席 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都有些新新代的 民进党的年轻的议员 出来选 高雄市有市长 陈奇迈得高望重 今次统筹做得很好 例如最危险的 李伯毅 李伯伊 最后都搬了 最亮丽的就是 一位小女孩 今天都是大约30岁 很年轻 王哲 拿11万票 他是臨时 保入 因为他那位 有一位民进党的 本来是连任 叫趙天伦 趙天伦 就因为 勾 疑似 有同共产党的 經濟 这都是民进党的 倉疤 所以就退选 以为这位置都没有 補了这位置 就是太阳花 运动出来的 王哲以前是时代力量 这一两年 加入民进党 接着 大赢 很厉害的 十一万票 大胜他的对手 其实有很多故事 很想和大家分享 这个 立委 我主要是 告诉香港人 每一届 都很想和大家分享 很多这些故事 但是因为 常常都很担心 香港人对 台湾的 议员 通常就未必很熟悉 甚至对他们的文化 也未必很熟悉 你选总统 大家都会把焦点 放在选总统上 但是你选立委 是另一种的文化 你要很落地 要追踪很多 民生的东西 你要熟悉你的区域 还有很多汁 大家的竞争 其实很好看 也看到很多感动的故事 每一个议员在这里 不像香港那些吃室米 坐下也可以赢 要进入国会 大家都要出来 对上那几个月 甚至一年 大家就默默奸魂 在这个社区做很多事情 特别到临近选举的时候 每天都在握手 扫街 扫楼 等等 即是没得停的 所以每一票都有血有汗 亦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的选举 很多时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有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 比较 因为 怕大家听不明白 也很难 为大家长篇大论 介绍一下他们的出身 出身是怎样 比较困难一些 说一点 不如留下一次 又可以再开一次 说一下一个无党派 说一下描薄一下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民党其实有很多很认真的议员 继续在做 听一下名字 徐考心 还有 有一个叫马文君 都离谱 他还可以高票当选 他是洩漏国家机密 台湾的潜艇如何做 他上届都是议员 在议会里面 都是台湾做战船 做潜艇 那些里面的委员会 所以他有很多内部消息 内部消息 他就 线给中国共产党 但是他又继续高票当选 当然很容易理解 而且在这里 中国渗透就相当厉害 那些票是怎样来呢 在台湾选举也是一样的 就要面对一些更加巨型的蛇齋餅种 还有地区的庙宇等等 那些就很多 很多装脚在里面 都是亲共产党国民党 所以 其实民进党 怎么说呢 你回到社区里面 不是全部都跟你一起说民主理念 还要说一下 台湾人也是那种文化 你先说有什么好处 台湾选的很有趣 你先说有什么好处 这一下呢 很多台湾人都仍然是 特别老一脱的台湾人 就不觉得这些是伴选 他有一个很合理的定义 就是说 我选你 你当然要有点好处给我的 所以你不同方法都可以 就是很扎实的 就是国民党的票 所以你看到国民党 打地方选战 就不同 打总统选战 是两回事 打地方选战 无论是打国会的选举 或者两年后 九合一又回回 还有市议会 或者还有些 绿刀的市长 还有那些院长 国民党就很耍家 所以呢 所以 民进党其实 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 当然 其实已经是 由1986年这个党组党 到今天大概40年 我觉得成就已经是相当之好的 成立一个反对党 然后见证着 也改变了台湾 变天由一个一党专政 到今天 所有一人一票 有得选 然后有得选 民进党也做了 这40年 整个党组织做得相当之好 所以2000年 凭他们的努力 然后陈水扁那一届 终于开始 看到台湾有政党轮替 所以这一届 经常叫政党轮替 是浪费的 好 早上2000年 就已经有 还不止 然后打后 出了陈水扁 也试过贪污 但是 也没有了民进党第二代 继续出来 蔡英文执政8年 还可以成功交盘给蓝清德 蔡英文 其实也值得翌日 有时间开多节 要说蔡英文 但是等她 5月卸任之前才说 不用这么快 蔡英文也算是厉害的 所以 民进党走到今天 虽然未完全做得最好 但其实已经是相当不容易 但是 未来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做 值得什么做呢 在今次整个选举里面 不能忽视的就是 一直民众党 柯文哲 或者是国民党这边 那些大佬 包括后友二赵小康 出来选的 不断说了 说了几个月 说 台湾有六成的人 是希望下架民进党 在今次的选票上 其实 都反映出来 因为 只是看总统的 总统的 总统票 这个赖清德 都是拿到四成 所以有六成 如果真的是蓝白合 理论上 如果真的是蓝白合 那就是民进党输了 不过蓝白合不到 但是当然 一加一就不等于二 你蓝白合了之后 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拿了六成票呢 或者反过来 就是民进党 因为蓝白合 可以 再提升危机感 令到民进党的支持者 走出来 然后投入一个 像上届那样亮丽的 818万票呢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想 今次已经亮起了警号 总之 三头马车 民进党大概拿到四成 就是说 这个也都 可以从某一个角度去看 简单点看 就是台湾的民进党 拿到的民意 只有四成 那就是说 有六成 仍然需要他去努力 那在国会上 也是一样 113席 那你今次还大倒退 大倒退 只是拿到五十一席 那这个五十一席 就是说 拿不到过半 那就是说 这个也都代表着 我经常说 民主就是体现民意 而已 那民意就是说 起码轻轻超过有一半 是不支持你的 那还有一样 就是在国会的选举 其实在国会这次的结果里面 都反 就是可以反省的国民党就是 那个民主大联盟 其实要做得更加好 那在过往 就是 其实在过往接近十年 民进党一直都是为人一个救病 就是 不是太多去扶持质益的小党 比如时代力量 基进党 甚至一些无党派 其实都做得不太好 那他们有很多原因 OK 资源可能不够 或者 还有就是越来越狹窄 就是政党越来越大 就看不起其他小党 又有 或者就是小党里面的人 就是 会慢慢 因为两党的政治 其实就会慢慢 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大黑洞 那样 譬如有很多 譬如像刚才说的黄哲 那些 其实他要生存 他就要加入民进党 就要吸入他 那样 但是 今次的结果 其实真的要想想 就是 要跟其他一些小党去合作 今届的国会 就是小党全都死了 所以 民进党要好好看看 如何去 跟一些无党派的人士 亲民进党的无党派人士 或者 还有一些小党时代力量 基进党的未来出路 民进党可不可以扶到他们 那些事情是很重要 因为你看看 现在这个国会 你过不了半都不要紧 但是朋友都没有了 这一刻才是麻烦 那你也要检讨一下 为什么 对上的四至八年 那些朋友都走了 那今次真的很麻烦 你要找朋友 竟然要找民进党 那怎么找呢 是不是已经抹脸了 不是十年前 柯文哲刚刚上位 就和民进党很朋友 但是现在怎么办呢 柯文哲一定就是千奇百怪 他一方面也可以总可以每天支持 这个 国民党是老鼠 葱欧 但是另一方面又说 我最真是民进党 所以就任他选 他就等你去吵他 还有不止你去谈他 你说你愿意去谈他 对不起 他也会跟你说 我还有另一个在追求我 那个叫共产党 所以很严重 未来的四年 民进党经历过很多的风浪 我也是这样说 在选举前我也是这样说 民主就是交给台湾人的意愿 不是一切都尽于人意 但是你要尊重的结果 然后 其实就一直 不一定每次都是你赢了 在你赢不完的时候 你怎样去面对 其实也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这个也是会被 每一个人或者政党 是继续壮大的 民主就是说制衡的 这个是必然的 如果你不喜欢被制衡的 你就可以选择做一个暴君 Anyway 这个就看看民进党 未来 这个未来就交给賴清德 这个蔡英文 就开心心 他最想卸任之后做什么呢 就是去捏车 因为他很喜欢驾车 希望驾车 就环游 这个是台湾 这个美丽的 Fumosa 这个岛 所以 继续下去 就交给 在路上 把车车交给賴清德 了